那阿姨来了 那人家阿姨是对我跟小宝好的 所以说我还想着是 我还想着是 给他做一顿饭 然后叫阿兵带阿姨回去的 结果那样子做出来了 他把我小宝抱走了 我找回来 我就叫阿姨说 阿姨我说把孩子给我 然后你跟阿兵赶紧回去了 那一刻我就没有想过 我要给他们做一顿饭吃了再走 我直接就叫阿姨说 把孩子把小宝给我 然后阿兵你们两个回去了 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我说我不可能 我说我不可能 看在阿姨的面子上去原谅阿兵 是不是家人们 我说阿兵阿姨你们两个一起回去吧 我不会原谅你 我不会原谅阿兵 当时阿姨还在那里叫唤着呢 当时阿姨还在那里叫唤着 他说什么 他说他自己的孙子 他自己的孙孙 他怎么抱 他想怎么抱 他想待在哪里去 都是他说了算 他有这种想法是没错的 但是他 但是他 为什么会在我 会在我这里这样子说呢 对不对啊 毕竟我小宝是我一手带大的 待到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出现 突然间说是他们家的孩子 是他们说了算 怎么怎么的 你们能理解他这样子说吗 我根本就不理解他这样子说 对啊 他以前为什么不抱 他以前为什么不这样子说 以前我带着小宝 为了生活 没地方口去 被他小阿姨跟阿兵两个赶出去 然后我带着我家小宝 去镇上住着 一个旅馆二十三十块钱的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馆二十三十块钱的 你们那里有吗 我就去住了一个旅馆二三十块钱的 然后我进了一点 我进了一点菜 每天起早餐开的 我带着小宝讨生活嘛 就是为了生活 我在卖菜 那个时候 每天都是起的早 回的晚 然后我把小宝带着寿娘了 后面我还不是来找过他们了 他们也不管了吗 他们不管了 现在为什么又反过来说 是他们的孩子 他们说了算 对不对 家人吗 这样子真的很生气 很气人的呀 对啊 那天是没有车 如果有车的话 他就直接抱走了 太可怜了 我要回来打死 要是你们能 要是你们能管住他 或者是你们有人来 我这个地方认识他 或者是好跟他说的话 也可以啊 反正我是 不管他现在过得如何 不管他现在变成什么样 都没有我的事情了 家人吗 而且你看 而且家人吗 你们看哈 以前我对待他是怎么样的 我带着小宝去找他 为了小宝 为了给小宝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对他那么好 即使他是骗我的 我也知道 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对他好 最终还不是被他骗了 是不是家人吗 那现在我也成全了他 我也想通了 我不为他而活 我也不用给小宝一个完整的家了 只要我跟小宝过得开心 幸福健康就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结果他一下子又突然 又突然回来 又找我 就说他现在改了 他现在想通了 他说他从今以后要对我 跟小宝都要好 你们觉得能相信他吗 你们觉得 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吗 就是说他说他已经 他已经想通了 他要改了 你们觉得他真的会改吗 不可能改的 对呀 来你们有多少人是信他改的 有多少人是不信他改的 对呀 你看我家人们都是不相信的 他说的话 家人们也不信我也不信 他光是嘴巴说他改了 谁知道他想着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 是不是家人们 他不是在过着他的好日子吗 对不对 他怎么一下子就说改了 然后突然就跑到我这里来了 谁知道呢 阿斌不是跟了一个三姐 那个三姐不知道呀 我也不想过问他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他跟三姐是什么样的 反正我现在的目的就是 带好我家小宝 我们两个过得开心 幸福快乐 身体健康 就是我小宝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我不想去问他的事情 我也不会去原谅他的家人们 有可能是为了小宝的目的 不知道 我不管他为了什么目的 反正我不会 我不会原谅他 我也不会让他接触小宝的 家人们 其实吧 现在家人们 其实我现在虽然这样子说 但是我心里面也挺纠结的 就是说 以前是我想给小宝一个完整的家 我才会去找他 对不对 那现在我又想通了 他把我们赶出去 然后叫我带着小宝滚 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我就成全了他 然后我现在过着我自己的生活 突然间他又回来 突然间他又回来 他说他又改了 要对我跟小宝都要好 怎么的 我好纠结呀 家人们 你们说该怎么办吗 我是 家人们 我一定要坚持我现在的想法 还是说要去 要去看他的表现呢 家人们 如果说他真的改了 他表现的好了 我到底要不要去接受他 家人们你们说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问你们哈 家人们 你们都是我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我现在 我现在一切 我都是听你们的话 我问你们啊 我自己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解决 该怎么做主了 我只能来问你们 你们说 我应该坚持 我自己的想法 一个人把小宝带好 不用给小宝 一个完整的家庭了 还是说 等阿兵他的改变 看他是怎么样的改变 如果他改好了 我要不要再回去 表哥很忙的 家人们 表哥很忙 我现在这样的事情 我不敢再去跟他商量 我不敢再跟他说 而且上次 我们已经是白纸 我们已经是白纸 已经是打好了的 然后表哥 已经解决好了一切 那现在突然说 他又回来了 说改了 怎么怎么的 那叫表哥怎么想呢 是不是家人们 我不知道他 他光是嘴巴说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来家人们 大拇指那里 多点一点 大拇指 那个屏幕 屏幕点一下 屏幕多点一点 咱们屏幕多点一点 屏幕 来咱们把屏幕点点 这些费用 那些什么的 家人们 那些什么费用的 什么的 都已经上次表哥 我们已经弄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所以我才会说 我已经放想开了 放开过去了 然后现在是只想好好生活 带着小宝生活的 类似都已经解决了 家人们 之前你们所担心的 之前你们所担心的事情 全部都解决了的 家人们 只不过现在 我现在带着小宝 过得很好的时候 他突然又这样子出现 把我弄得 又又又把我的生活弄得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而且我来的 之前来的时候 表哥就已经 跟我讲好了的 以后不管怎么样 再也不要相信他了 这样子那样子 什么什么的 说不能再相信他了 现在如果被表哥知道的话 表哥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表哥他肯定会生气的 家人们 表哥知道的话 他肯定是反对的 他肯定是不同意的 家人们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 他有什么的 那个我不知道啊 反正的话 他现在是我跟他的事情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直播间里面的人 是不是从一开始 就关注我到现在了 家人们 小孩 小孩睡早了 我现在在旁边 跟你们聊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